模拟金色灵果祭祀集 外灵充饭外道系列 外道充斥,金灵干扰 以下为北部一位师兄来信 公告他问世的过程 以下来文照灯,让大家引以为戒 师兄您好,不好意思,百忙中打扰你们 这次写信过来是因为有件事情困扰我家人 我在台北某地开宫庙的舅妈 不断威胁恐吓家人 舅妈说我和妈妈如果没去她那边服务的话 我和妈妈其中一个人会死 还常常向她的信徒说不要供养地藏菩萨的事情 以及信佛教之前要先走道教才能归依佛门 我舅妈本身对佛法以及其他宗教一点基本概念都没有 三不五十都胡乱编一些话来借机碾财 他还说观音菩萨要我不要常常去佛光山台北道场 导致以前遇到假日都去 后来变成好几个月才去一次 要我不要念佛 我尊重别的宗教信仰 但我舅妈这样说和你吗? 很久以前 她也要我爸爸去她那边服务 不知道去做什么事情 在那边还被蚊子叮得满身都是 我爸爸只不过拿个药膏来擦伤口 结果我舅妈对我爸说 那瓶很贵 你干嘛乱拿? 我妈妈还说 我爸爸因为这件事情 有好几天都在家中大发脾气 后来我觉得所有事情越来越奇怪 12月10日这天下午 我一个人到西子北风市 用至教请示观音菩萨 学过数学的都知道 至教会牵扯到几率问题 我为了做更仔细确认 同样的问题 我问了二至三次 我把我近年来遇到的问题 全部告诉观音菩萨 得到的结果为 一 舅妈用神明名义免财 二 宫庙完全无任何神明作证 之后回家问妈妈 她才坦诚说 舅妈早有免财行为的事情 想请示说 舅妈这方面的事情 是否有方法解决 因为我不想看到 舅妈继续欺骗善良百姓 因为向她说什么 她都会想尽办法反驳 后经佛菩萨慈悲开示 此宫庙已被功利 有两千三百年的 仙蛇精灵所主持 非正法 仙蛇精灵已由 精蛇护法收服 至于舅妈从事 碾财部分 使人为因素 个人造业 个人丹 有尽到规劝资责 即可放下 无愧于心 将心收回来 专修每日功课 才是重点 加油 来信结束 名词解释 功利 佛法讲的功利 是指灵体的修炼程度 道家的说法是 灵童的岁数 转换比例 灵童一岁 转换约两百年的功利 比如灵童六岁 就是指一千二百年的功利 一般世间的小神或家神 功利约为二百自五百年左右 其实精蛇早在先前 也陆陆续续处理 许多有关外道的案件 台湾的庙宇很多 尤其诗人庙宇 有些宫庙并没有领到上天 所颁发的预指 当精灵来侵战时 便没有抵抗能力 只能随精灵摆布 散布错误的知识 妖言获纵 以下再举三则案例 一 一位师兄为机身 家中供奉神明 但家人都觉得怪怪的 怎么进来神明讲的话 越来越不对 便来金蛇寝室 寝室后发现家中的神卫 被一千多年的蛇宁精灵入侵 目前为蛇宁作祟 后来已被收服 二 一位师兄与他儿子到一间宫庙 而宫庙的机身居然告诉他 要侵占他儿子的身体 后来儿子就开始 时常都会向被附身式的吼叫 并且无法制止 且多方寻求协助均无效果 经佛菩萨慈悲明示 此为四千多年的精灵 后来一样被金蛇护法收服 三 一位小姐来店请示 某某法门是否为正法 她觉得 这个法门很神奇 居然可以用光速就超度祖先 信徒还会看到 祖先被超度的影像 她心想 有这么好的事情 我也想试试看 她也见到许多邻居 跑去尝试 但又怕不是正法 所以来信请示 金蛇师兄上网去看 发现真的有这个法门的网站 宴为师姐请示 佛菩萨慈悲明示 持法门为魔王的法门 此魔王道行为三十四万年 当然不是正法 也因为道行很高 所以可以制造出许多看似真实的假象 迷惑众生 当晚 佛菩萨便请护法处理完毕 超度祖先可以用光速 那业长是不是也可以 天呀 这么方便的东西真的令人心动 金蛇师兄再到网路上查阅此法门的资料 发现内容都说的跟正法一样 手法真是精湛 令人佩服 如果没有正确的观念 还真的会受骗上当 陷入迷思养 蔡师兄常说 真的了解才会知道严重性 不了解的人永远不会知道 我们人的肉眼看不到凝界 凝界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世界 或许您真的不明白 但您可借由上述的例子来细细推敲 其实可以窥之一二 凝界混乱 人世也混乱 在这世间究竟何为正法 宗教灵力到底信什么 做什么 可以彻底解脱 一辈子时间不长 如果法门错了 想回头可没这么容易 做对的事情 比努力作对更重要 您所信的宗教法门 或是您老人 一定要好好选 世间多个法门的教主 甚至他们的修行方法 一样不离六道轮回 就算依教奉行 一样只得人天福报 福报想尽 一样轮回 没有究竟 轮回就像一场游戏 您在游戏里赚了很多钱 福报 就可以在游戏里赚福 等到钱福报用完 一样继续在游戏世界里赚 赚宝了又在游戏里享受 想完了再赚 一直持续 这就是轮回 可是佛法不同 佛法的本质就是因果 因为世间所有事情不离因果 无论修任何法门都违背不了 就连成佛也不离因果 因果所谓的福德果报 并不是教主赐予你的 是自己修来的 也不是深信教主就可以解脱 而是您要依照正确的方法 去真修实干才会解脱 佛法为什么究竟 因为这是让您自己修成教主 成佛 都成佛了还不解脱吗 也许这个目标距离遥远 时间要很久 但这真的是彻彻底底的解脱 就像上述的玩游戏例子 不是赚完了享受 享受完了再赚 而是直接跳出游戏 当然解脱 总之做对的事情 比努力做对更重要 选对法门 用对经文 跟对人 交对朋友 保持正确观念 做对的事 都需要您好好的思考与抉择 摩尼经事 经由南海普陀山 观世音菩萨大士亲自指点 是一门实际的修行法门 藉由实际解决众生 累结累至因果业障问题 治因果病 而将佛法落实到家庭生活中 普度持行 我们不接受供养 不收钱 不推销 不强迫修行 只求能结善缘 解决您的问题 我们专解因果事件 因果问题 治因果病 无论感情 婚姻 家庭 事业 家族 身体 户籍 学业 等问题 均能请示 有医生看到没医生 有神问到没神者 不妨一试 因为经社异空 分别住在不同县市 且平日各有工作 只有星期天早上 才开办祭祀 现场请示 台湾彰化县西周乡 朝阳村 陆军路 一段271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